很迷就想到了书法 想到了绘画 想到了终医 也想到了中国的武术 书法有凯术 行术草书之分 太极有尘世养世 是流派之别 那么一个信用人 把这种最传统的书法 所非常有代表性的 银洋学说的太极客 完美的柔作 中部的书法讲究肩甲结构 一个似乎的好玩 给人美的享受 太极客 书法中 知名太极客 变成太极客 在2008年 CCTV的聚集联欢会上 他进行了太极客 高升流水的表现 下极客 两天之间,发现了和新一样,两天之间的表现就是静态暴露的海底山,还专于中国传统的海底山,但是要从我们用了现代虚传的表现的手法,表现了很多非常传统的文化作战。 尤其是静态暴露的海底山,尤其是静态暴露的海底山,要有很好的文化的结构。 比如我们南海看到的各种动作,翻转、坐车、反向等等动作。 但是这些动作都会让圆活的联合在一起,我们称之为圆活联光。 通过这几句来的表演,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心在内外建立的速度的变化,并有给了一种过节的感觉,而是给了一个像草菇一样的敌飞。 中了他的表演,我们可以看到是武术,是泰迪,也更似舞蹈。 非常地厉害。 这一句网络词也叫做真实。 谢谢,非常感谢。 。 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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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